好 新聞一開始帶你來關注的就是 聽韓高雄市議會議長徐坤元的住處 墜樓身亡了 靜音消息 趕快把時間在現場的記者汪淑宏 好的 主播 各位觀眾 目前我們所在的地方是 高雄市立殯儀館 目前這裡因為是稍早8.45分的時候 在高雄市中心的四圍 也就是議長徐坤元的住處 議長徐坤元發生了墜樓的意外 目前他的遺體已經被運送來了 市立殯儀館 稍後就會進行驗室的一些的檢驗 而在稍早的時候 高雄市長韓國瑜第一時間接到電話 也已經立刻趕到這邊來慰問家屬 也可以看到韓國瑜的神情 是相當的疲倦 而且感覺是非常的震驚 現場在跟他問他說 目前的狀況如何的時候 韓國瑜是相當的低調 不過因為家屬現在 由於這個消息來的是太突然了 也因此家屬是相當的激動 所以目前在殯儀館這邊 不僅除了家屬 還有包含許坤元的支持者們 陸續都已經趕到了殯儀館 而在稍早的時候 許坤元的遺體也送到了殯儀館 稍後就會進行相驗的一些 後續的作為 不過現在除了市長韓國瑜 包含新聞局長鄭昭 也都已經趕到稍早的時候 有些支持者群情相當的激憤 認為說這樣子的事情 讓他們完全無法接受 而陸陸續續現在有許多的媒體 也都開始趕來了 目前現在有支持者 越聚集越多了 現在也可以看到的是 有所謂的道士 正在進行所謂的罰事 而且家屬都已經趕來 不過家屬的情緒 依舊是相當的激動 市長韓國瑜正在裡頭 正在安慰家屬包含許坤元的太太 以及他的一些家裡面的人 在外頭有許多的支持者 都已經陸續開始聚集 由於這個訊息來得非常的突然 而且許坤元 其實在高雄市長韓國瑜 當初來到高雄 才接黨部主委的時候 那時候很多的人 不僅不認識他 甚至不理韓國瑜 但是許坤元是第一時間站出來 甚至帶了一些的 當時正要參與選舉的 市議員的候選人來這邊的關心 因此其實韓國瑜跟許坤元 是有著很強烈的革命情感 可以說韓國瑜從默默無聞 到後來慢慢被大家所知道 許坤元都一直陪在他旁邊 因此其實他們倆交情 真的是很不錯 所以韓國瑜去到消息之後 來這邊也是相當的震驚 尤其當初高雄市長韓國瑜 在高雄這邊 人脈都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 是許坤元帶著他 一步一步的去認識 但沒有想到就在今天 罷免案通過的消息之後 韓國瑜很落寞的回到了住處 但是議長許坤元 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竟然發生了墜樓的意外 也這個驚人的消息 讓司長韓國瑜非常震驚 也讓他的支持者相當的震驚 目前家屬是匹馬大校 正在進行一些宗教上的儀式 我們來看看市長的情況 他出來有看他在市長的地方 他都沒有 等一下 你看看 你拍市長叫 現在目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是走出來在跟家屬來慰問 可以看到韓國瑜儘管說 人是非常的疲憊 但是對於家屬這塊 是在了解有什麼後續 需要他幫助的地方 目前市長韓國瑜對一些支持者 以及家屬是不斷的握他們手 可以看到似乎有人是 不知道怎麼回事是跪在地上 而且大聲的痛哭 不要拍好不好 謝謝 麥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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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目前現場出現的超動 原來這位是許坤原的助理 不管媒體在拍攝 因此動手在推檔的鏡頭 希望說留給家屬一些的空間 希望說媒體能夠稍微 退到外面一點 來看 來看 可以看到韓國瑜現在是已經抵達了賓館 那麼剛剛這許坤原他的助理 是不滿媒體一度的拍攝 所以目前現在來說 是有一點點小小的狀況 不過我們記者 還是隨時在殯儀館的現場 有最新消息會再為您掌握 好 接下來要帶大家來看到 就是國民黨黨主席江啟成 他稍早也PO臉書了 那麼江啟成就特別寫到 他說許坤源議長對於高雄 對於國民黨的情感 是令人感佩的 那麼議長的身影 是我們將永遠仰望並且的敬重 突然間的離去 留給我們是無盡的不捨 同時也寫說 罷免過程的激化還沒有平息 但議長突然的離開 令我們都是非常的憂心 而且也很憂心這社會 對立情勢恐怕只會是加劇 希望這悲劇可以終止 冷靜的情緒 更希望家屬節哀 那麼當然他也特別提到說 我們大家都是會全力的來協助 家屬處理議長的後事 那麼這是在三分鐘之前 江啟成他在臉書上的PO文 高雄市議長的許坤源 他最王了 那麼其實在晚上的時候 我們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韓國瑜是抵達了兵儀館致意 不過緊接著這個時間點 他又轉附了許家來慰問家屬 我們現在記者王書宏就在現場 趕快進行消息把時間交給書宏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目前我們所在的地方 是高雄市立殯儀館 因為就在前一晚晚間 8點40多分的時候 一場許坤源發生了墜樓的意外 目前他的遺體已經被送來的殯儀館 將進行相驗了 在稍早的時候 市長韓國瑜也抵達了兵儀館來慰問家屬 當時韓國瑜似乎 一整天的行程下來相當的疲憊 因此下來的時候看起來是相當的累 所以進去慰問家屬之後 走出來立刻就有可能是 比較情緒激動的支持者 當場難過到痛哭下跪在地上 認為說發生這樣的事情 他們完全無法接受 而市長韓國瑜稍後有在臉書上面PO文 說他內心非常非常的悲痛 會之所以這樣子也是因為 當初韓國瑜他下來高雄市 還沒選市長先接黨部主委的時候 人生第一步的時候 當時靠的就是議長許坤源 帶著他去外面去認識人 可以說許坤源對韓國瑜 有一種有一定程度上的治癒之恩 那時候許坤源是介紹給 許多他認識的朋友 包含介紹人脈給韓國瑜認識 也因此韓國瑜他在高雄 是屬於沒有資源的時候 是由許坤源來幫助他 來認識一些 包含他現在一些 已經選上的市議員的子弟兵 所以許坤源跟韓國瑜之間 他們他現在說是有革命的情感 因此在發生的第一時間 韓國瑜他就來到了殯儀館這邊置業 但是現在我們也發現到 在發生罪流意外之前 許坤源在臉書上面 也有一段PO文說輸贏還不知道 大概是這樣子的意思 也因此事後發生這樣子意外之後 大家都感到非常的悲痛 而稍後韓國瑜也前往的許坤源 位在市區四圍的住家 去向他的太太來質疑 目前所根據所了解的消息 許坤源的夫人悲痛萬分 因此在家裡面幾乎是無法說話 所以韓國瑜是特地過去那邊質疑 而目前現在在殯儀館這邊 有陸陸續續許多的一些 同黨的市議員或是不同黨的市議員 也陸續都趕來了 現場我們可以看到有數百人之多 整個殯儀館都有相當的聚集在這邊 今天這場的意外 也讓整個震驚高雄的政壇 這是以上來自高雄現場的情況 主播 許坤源三號還暴病發布這種 呼籲民眾支持韓國瑜的引帶 許坤源在引帶中戴著口罩 坐在椅子上 據了解許坤源從去年七月 就因為眼壓過高導致視線模糊 經過檢查室眼睛小中風 目前正在休養 視力也在復原中 許坤源似乎對於韓國瑜的罷免案 非常憂心 本週持續在YouTube發布多捲引帶 無奈身體不好 無法親自出面 許坤源疑似6號看完韓國瑜 被罷免後的敢言後 在臉書上留下 這一次誰會是贏家 他引用韓國瑜的話 聲稱選一個做威做福的政府 人民最後是輸的 選一個做牛做馬的政府 人民才會是最後贏家後 許坤源就意外墜樓了 韓國瑜市長獲知消息後 第一時間就趕到許坤源的家 他覺得震驚難過 同時呼籲大家千萬要冷靜 韓國瑜安慰支持者 政治是一時的 生活還是要過下去 希望大家先照顧好自己 不要過度傷心 市長他的智慧比我高 不要我跟他面受距離 他比我更依愛 當年從韓國瑜一到高雄後 許坤源就全力支持韓國瑜 兩人革命情義深厚 許坤源的驟然離世 也讓韓國瑜和支持者 都感到很悲傷 記者綜合報導 是的 I I ë I